字幕播剪輯 海洋不只孕育了生命 也是台湾主权的最前线 为了保障我国的海洋权益 以及保护渔民作业的安全 海巡术的巡防舰 日以继夜的巡逻之情 耗资28亿的新竹舰 是最新最大的舰艇 担负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责大任 我们将在由台湾人打造的新竹舰上 带上48小时 记录今年第一次的西北海域护渔任务 观察这艘海上警察局的工作与生活 等一下做航前一日的检查 主要检查各设备的滑油 蓝油 然后冷却水 海水 还有空气 空气过压力正常 好 经过之前二十几天的勤务后 今天新竹舰停靠在台北港 做日常的补给 与明天出航前的各项准备 我们出港以后没有多远 这个框框就是西北海域 这条红线是海峡中线 我们大概的螃蟹船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海域太重要了 因为很多台湾渔船在那边作业 只要有一条大陆渔船一进来 它只要海底经过大陆船一拖 都破坏掉了 你看我这边全部的监控 我当班好像保全一样 如果保全发现有状况 就要处理处理 最常有二十几天没有回家 就住在船上 所以就会有冰箱 有时候自己 有时候碰到有状况 你中午也没有时间下去吃 我就会拿一些东西微波 这条船比较特殊的 它是唯一是海巡署能抗十级风浪的船 其他船都是九级 十级一般的人来船上一定会受不了 因为那船等于这样一直在撞浪 好像头一直在撞一棵树 第二个这条船的特殊是 它是有野战医院等级的医疗船 应该是现在是台湾最强大的 新竹舰上配有负压病房 完整的医疗设施 可以支援离岛医疗量能 也能协助国际上的人道救援 这天我们刚好碰到医官看诊 外医官现在帮你扫的地方是肝脏 因为你撞到右边 右边主要的脏器就是肝啊 是什么 那最主要是我们怕会不会撞到会不会有人 就是脏器破裂 然后破裂之后会出血 那目前看起来肝脏是还好 陆地上因为至少我们就讲最基本 它是稳的 就是它不会动 那海上的船就会晃得很厉害 舰长他们啊就是驾驶员要尽量开吻 那我们就是 因为之前都有经验晃来晃去 所以就是大家也知道那个角度 那有些不用很精细动作的时候 就可以晃得比较 就要赶快做这样子 你之前从来都没有上过船 然后我连上船到底什么我都不知道 就是第一个很忐忑 我就想会不会吐死 晕船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不熟 就是医官最需要用药 医官最需要看病的就是 就是本身的医官自己 一开始的时候啊 左转完毕的 跟同事稍微检查一下 为了强化海上救援任务 今天全船动员 进行直升机落舰训练 直升机它会降落到 我们这个飞行甲板 直升机靠甲板就是一项技术 待会我们可能会再多做一个病患的后送 这是我们的防火医 它的作用是如果直升机落箭的时候 如果不幸发生意外 直升机起火 他们两个会马上冲出去 进入破坏直升机的门窗 他们等一下会配备斧头 将直升机以及机上的人员抢救出来 新竹店驾驶广播 新竹店驾驶广播 空请压洞已移 央视压洞起飞 请请你通人准备救落箭部署 飞控室在驾驶 这里是飞控室听你生意讯号好 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在宜安建 那就是参与了宜安建的首次落箭 航行落箭 对所以 相对于我们接上其他人来说 可能对于落箭这块 我稍微熟悉一点 对 你这样还是那么久 八年吧 我们今天也是就是配合空情总队的直升机 来做我们的 例行性的直升机训练作业 就位直升机 宣传前10点钟方向准备进场 空情11洞这里是HCO 持续进场 请LSE首次导引落箭 对于就是在海面上有紧急伤病患 就是或者一些紧急危难的案件的时候 那个直升机的速度 会比我们的船的航行速度快很多 但是在直升机飞不到的距离的状况下 我们可能船先出去救援 那把人接驳到我们的舰上以后 那再跟直升机对开 那在直升机可以航行到的距离 把伤患吊挂走 然后由直升机后送回台湾救育 空情11洞请求离航 然后由右側操作左 右侧脱离 然后最后再操作四个吊挂 腰腰洞这里是HCO同意起飞 同意起飞 HCO空情11洞请求消防抢救所被变 好的 收到消防抢救组被变 好的 可以飞空情11洞 开始进行调发作业 好的 开始进行调发作业 太好了 再进行调发作业 但是 开始进行调发生 就可以从这一步去 所以有3个月的重新调发作业 以后, MV9号号目标过 可以 脫離 好的 國大界飛關 那接下來由空管關接替管制 好 空管關接替管制 下班啦 家人你覺得你在海上OK 不OK啊 畢竟女孩子他們還是會希望安穩 對啊 不要再 就不想要再讓我們在外面這樣 會很難談戀愛嗎 滿難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男生都單身 因為很多時候你可能在陸地上的 另一半就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你是完全沒辦法幫他解決的 他可能出事到把事情結束了 這段時間你都沒有訊號 所以另一半通常都要滿獨立的 中共軍演應該也是我們 變更勤務很大的一個原因 所以你可能安排好的事情 就會被取消掉這樣 新竹間是海巡人員的辦公室 也是他們海上的家 即使下班收工 休閒活動也只能在126公尺長的船上進行 這邊是機庫 這邊是可以把職人機路線之後把它拖進來 來 海上生活其實是滿… 滿無料的 因為也沒有網路 因為… 海上… 我們通常的職法是在二師台以外 距離那個手機訊號那個太遠 所以完全收不到 所以說我們之前在出港的時候 可以體會那個訊號慢慢消失的感覺 就是從網速很快 到網速越來越慢 倒沒有 靠高雄港或是接近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下單 先看一下 然後就下單 剛好配合情務規劃 然後可以帶一集回來 回來領 太平島明信片 如果自己拍的照 太平島一角 然後這個感覺就很像 大家同人一起去探險 如果有去太平島上 因為有那個… 郵局 南柵郵局 所以我都會寄明信片 那這是寄給自己 然後這個是… 童軍的夥伴 他… 每一個人寫小卡 那這個是寫給我的小卡 謝謝林陽在營隊中帶來的專業 感受到你的認真負責 我們不應指望海水變得平靜 而要學會在強風之下繼續航行 就是航海界都有說那個… 風平浪靜造不出好水手 剛好可以呼應這句話 船頭至船尾 還有機艙內部 還有彈藥庫 大概可以分為八個區域 八個地區走過來大概需要… 三十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通常會… 一個小時 就需要走一次 就是尋八個區域這樣 你等一下外鍋還是要加一點的油 不會讓它全乾了 你有覺得這跟你在家裡煎的平台不一樣嗎 因為你明火跟電火在煎的時候其實就差 不用明火是為了船上的航行安全啊 對啊 不是認差嗎 接住 現在先到展到船場 船場以及上路 船場 profisesti 船場 不用急娘 早上一杯的精神就會很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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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